大家好,我是兔八哥 今天有幸的能请到戴老师来我家做客 戴老师特别喜欢我 准备伴我为师,不是准备受为徒了 戴老师跟大家问个好吧 朋友们大家好 我今天在兔八哥这里做客 这前不久给我送了三个大蕾巴 我还没吃完 我今天准备又来做大蕾巴 好,好比你的大蕾巴太好吃了 这事也能放毛也剥了吗 可以的 同学们总比我说出情感故事 我寻思今天出一个情感故事特别偏 主要是唠唠这个恋爱观 所以说我请了戴老师来谈一谈两代人的恋爱观 行行 戴老师 谢谢你 我对你这个年龄明老人 特别感兴趣这个恋爱方面的问题 我也想给你小时尝试一点经验 如果再把我们那一代人的恋爱经验也学到什么 那我基本上 你小时就不要忘了 耳不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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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我都是我属于这种 主要是求生务实这种好学的精神 别想别想别的 这个特巴哥是医学博士 我觉得这小时如果当了我的博士生 我就准备让他得一个新的学位 恋爱专业的博士学位 太好了 咱什么时候入学 入校 咱什么时候 现在我还没获得这个方面的资格 我是带古代母学的博士的 你小时想等我的博士的吗 我特别想 那我先要 我也特别想来一个博士上 就是就是 你要想等一个恋爱的博士 我先要面试一下 好 没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一直到现在为止 你到底谈了几个女朋友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 能不能得到博士的 是 你看 人家识表的说这个合适 那那没 又是要专门找年纪生吧 是吧 主要是不数 不是 数不数都过来 这小时你要从此找了 标准答案三个 就三个 这我这个属于这个网络上的标准答案 这个正常啊 你像前女友啊 不是 像现在刚交的女朋友啊 新女朋友问你 这个你出过几个女朋友啊 我们的 这个00后啊 统一的这个答案都是三个 对吧 为什么三个呢 三个讲三段真情的故事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对吧 就是现在是大数据时代 对吧 普通人一般都是出三个 出三个 出三个 找到最后一个就可以结婚了 太合理了 嗯 那 就那你说的三个吧 对吧 好的 那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我 我好好的说是不是 那当然 我可动情了 那你不要哭泣就行了 我说说真苦 那个 我以前啊 有个女朋友 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没有在一起的原因 我印象深刻 因为他觉得在家在哈尔滨呢 待着就是一种安稳幸福妥当 但是我呢就想大小伙子 满而自在四方出去留有的看看 各个方面都合适 唯一呢就是这应该属于什么 三观或者志向 对各个方面多合适 但只有这个志向方面吧 产生分歧 当时他追向你还是你追向他 当然就我这个模样 我还要追人吗 都别追我 我很被动 说实话我喜欢被动 刚才说那个 你这吹牛屁不大吵 那个是我本科快毕业时候谈的女朋友 他就想着让我一直硕士念完之后 一直就带着好 对一直硕士念完之后或者是就直接工作了 甚至博士都不让我念了 哈哈哈哈 就就就像过那种安安稳稳 安稳的小日子是吧 对对对 过小日子 你一小时以后心比较野 这不叫心意 这是比较好胜 不是不是 说好听就是志向远道 对对对 对这也太好听了 最后是你跟他收远了 我们比较帅嘛是吧 收远比较文样 你主动比较 哎呀老师 挺有诚啊老师 收远 就黄了吗 叫收远 收远 我估计那个鸡蛋人有不同 但也有共同的东西 往往那个收远或者是分手黄了 表面上总是一些小事引起来 对啊 但根子还是两个人合不来 要么是主要问题合不来 还是由于生存的东西 对 我再来向你问几个问题啊 你的折扣的标准是什么 而且你看中最看中的地方 这玩意的方面 大个 长相 然后再加上这个身材 还有这个声音的甜美 但是这些呢 都只是浮现于外表 真正呢 要是想两个人在一块呢 我是真看上了 有一个比较 稍微渊博一点的大脑和知识 叫知识量 知识库 因为说实话啊 这样呢 平时漏客有的漏 那个 你最看中对方万一 最看中 身高 小朋友 你是否一样的 我好 最好啊 自我修养上 我感觉到 我跟你有同感 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 谈话要有一个对手嘛 是吧 因为咱们老师咱们俩都是文化人 那当然 那首先你是文化人 没有没有老师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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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要有一个谈话 要有一个对手 是吧 我跟你讲个故事啊 我曾经在本科生中间讲课 我就讲了一个 三十个幽默 讲完以后 整个小时没反应 过了下一次讲课的时候 大概 我是星期一讲后 星期四 有讲第二十个 有个孩子 财乐 不 有个孩子懂了 那法言也太慢了 有个孩子 他说 戴老师 你讲的那幽默 我真懂了 哈哈哈哈 他又不说 我就算了 这我觉得 你说 我就感觉到真幽默了 你知道吗 我感觉很无赖 我感觉这有可能是医学问题 可能是发生活儿的问题 我就发现 就是说 你谈话 要有一个对手 你说的什么东西 他从深层时能够理解 不仅理解什么意思 话还有一种意味 对吧 就是 是个什么味道 明白 这个东西 其实 你要想找个很好的谈话对手 要找个真正的 能够闹歌的 不厌烦的 除了 知识上的 丰富以外 还要有灵性 要有灵气 你怎么 我这 他明了 对对对 所以 你讲的这几个 其实 所有的人都一样 我再还要 面试几个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 都是怎样追男的 你知不知道 那是 不是刚才说的 所有人回头吗 这我真回答不上来 我这都是别人追我 但是啊 我可以说 我觉得 人 还是要谦虚一点 要有点自知自明 你说 投其所好 毕竟我很单纯 我很专义 你很单纯吗 很单纯很专义 同学们都知道 我的兔报我都知道 还有 你自己当个女生的田狗没有 这词 谁给你写词了 是 我一个活动 叫写诗鬼餐 很多人就说 他是田狗 你是不是田狗 曾经吧 现在是一切斩制 当田狗 原来是 要把这些标志心的动作和心肯 比如说 出现我买单 人家喜欢啥呢 就给人送啥 那个平时他不理我呢 我都不敢置身 他要理我一下 我特别高兴 这种情况 但是我有一句话说了 那个以前呢 年轻不懂事 就心思对一个人好呢 就是可能完全的付出 让他开心呢 给他买点好吃的 这个就对他好了 那现在不一样了 那现在我觉得 对一个人好的话 有担当 有成长 让他有安全感 这个可能是我现在认为的 另一种比较高档的田狗 那 那老师 那个您刚才都已经问了 我怎么追女孩 这个 我也想问问 老师您当年 是不是 怎么追的女孩呢 我 一般吧感兴趣 不是很感兴趣 老师您说起 小姐我告诉你啊 每一代人 其实很多漏事一样的 嗯 你在高中谈恋爱了 对吧 像你 以你这个高兴困难 手中就谈了 我 不是 不是那个 我在高中的时候 喜欢一个女孩子 看到他心里就 蹦蹦蹦地跳 他有好感 我开始不知道 因为我不像你小子 这么耍不赖 我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 比较胆小 看到他就容易脸红 总是想投表现 只要他在场 我总想把话 说得比较俏皮 吸引他注意 因为那个时候 也不像现在 有什么别的可以炫耀 没有 这个 你说我 我长得这个等性 你没办法炫耀 咋了 咋了 比较都比较帅 比较都比较帅 我们长得比较帅 我们长的样子 其实女孩子 还是比较喜欢的 就是比较放心 不管走到哪去 她都比较放心 那个时候不敢谈恋爱 因为谈恋爱 是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 我们那个时候 整个这个方面 其实是比较 平凡的 我们那个时候 年轻人开玩笑 男孩子在一起开玩笑 说他妈 武汉人太好了 谈恋爱还可以 手牵着手 就是街上 可以手牵着手 谈恋爱 是吗 那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 手都不能牵 你说咋子 我到现在 我都没跟人牵过手啊 老师 你是一吻吗 你是一吻吗 当然不像 这鼓子抢了 对吗 那都不合理 那个喜欢她 我总想牵她的手 哎呦 她有20多天 都没有牵 不敢牵 所以说身上 身出去了 都不敢牵 最后 大概20多天吧 快一过月了 我说 再见你 今天要不牵她的手 你就不是个男人 我跟她谈恋爱 就是牵过这一次 我告诉你小时候 我的第一件 毛线衣 就是她打的 她用她的失望钱 给我打毛线衣 刚才是什么 还是个手艺人 那个时候 刚才不合理 还是都会打毛线 可见我们这叫带狗 现在还是不打毛线的对吧 现在我上大学本科的时候 实习实习 我给别人打 真的呀 真的呀 没打枪了 最后本来现在给打个毛 以后来改成个波套 这样没搞事 后来她就结婚了 成了同桌的你 成了别人的新娘 这是属于 就是属于一段回忆 现在成了美好的回忆 你严格的意思 她就是我的抽脸 明白了 明白了 千手之脸 对对 那就这样 你这个恋爱专业的博士 就基本上上楼 初步面试过关了 过关了是 什么时候留留学 陆许同志说 关键是 我还是带古代母学的博士 所以我还准备去申请 这个博士生资格 那老师 你就等着吧 咱们不得是 说相选择吗 老师 是吧 那我也得问点问题了 这样 这样 关键请教我的问题 预知后事如何 写定下回分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是特色 就是说的 光速演唱 什么意思 你刚才说的 大家好 我是兔八哥 很高兴